截图旅行者8月开售 新车定位中型硬派越野SUV 将推出纯燃油版和混动版 号称小号卫士 比坦克300还大 作为截图轻度越野系列的首款车型 基于昆仑底盘架构打造 硬派风格设计 新车发布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目前除了售价没有公布以外 车型的其他信息都已经公布了 据相关报道 其售价或在15万左右 截图旅行者定位为中型SUV 也是截图轻度越野系列的首款车型 外观部分 车身棱角鲜明 侧面有点卫士的感觉 整体给人硬汉的形象 前进气格山内部 配有六块黑色方形式板 式板内部带有GTURN英文logo和呼吸灯 底部保险杠采用黑色涂装 中央位置还配有双坡车钩 增加实用性并凸显硬派气息 车侧采用上展下宽式设计 上方配有行李架 下方配有固定式踏板 尾门为侧开式设计 悬挂外挂式备胎 内饰设计方面 10.25英寸液晶仪表 和15.6英寸中控屏 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 飞机式换挡机构 该车还将提供5座和7座 两种座椅布局可选 前排座椅加热 通风和主驾驶座椅 实相电动调节等 底盘和悬架部分 旅行者采用承载式车身 并配有后轮独立悬架 搭载伯格华纳第六代 是14区系统 电子差速所等越野配置 尺寸部分 截图旅行者 将提供燃油版和插混版车型 插电混动版 使用由1.5T发动机 加3DHT变速箱 加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其中燃油版提供1.5T和2.0T发动机 并有两区和四区版本